有民间团体在台举办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纪念影像展 有大约两百张的珍藏照片空运来台展出 总统蔡英文感念安倍对台的贡献 对于台虹断交 日本驻台代表全裕泰则表示 会一直在台湾身边 台日是永远的好朋友 手上拿着用谋笔写下的台湾加油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称为最友台的日本首相 去年不幸逝世 现在台湾民间团体举办纪念影像展 总统蔡英文出席致辞 也这次感谢安倍对台日关系的贡献 安倍纪念影像展是由产经新闻多名摄影记者 历时近三十年拍下的安倍身影 还有珍藏的生活照等 共约两百张照片从日本运到台湾展出 安倍晋三夫人安倍昭惠 也录制影片透露希望七月能够访台 台日关系深厚这一次遇上台虹断交 日本驻台代表全裕泰也立即发文表示 会一直在台湾的身边 台日一起加油展现支持台湾的态度 日本外向林芳正先前也表示 基于区域和平稳定 对宏都拉斯跟中国建交表示关注 强调台湾跟日本共享基本价值 也是日本极为重要的伙伴跟朋友 外交部表达诚挚的感谢 并且将持续跟理念相近的国家 深化各项合作 记者汉英朋友组台北报道